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亮颖呢 目前受到很多国内外歌迷的喜爱 就连好莱坞都听到了她的声音 这部 这次好莱坞即将上映的大片 《终结者5》特地邀请她来为其赔偿 我们现在在去《终结者》的首映礼的路上 然后今天我要去参加红毯 因为我现在刚刚才落地不到两个小时 所以非常紧张的一个节奏 所以非常期待 但也比较紧张 昨天是6月27号 星期六 然后在上海在做我的Band Award的Tour的第一场演 然后又有订不到票的状况 又有飞机晚点 不确定时间的状况 所以我们完全不确定今天能不能出现在洛杉矶 所以今天当我们落地洛杉矶 现在是洛杉矶时间的6月28号 星期天下午的4点半 真的 如果是差一点点的时间的话 我可能就会没有办法赶到这里 这真的是很惊心动魄的一个路程 实际上我现在还有点晕晕的 因为整个我还没有来得及搞时差之类的 然后经过12个多小时 因为昨天整个上海都是暴雨 然后又是雷 然后到今天在LA这样 完全不一样的很sunny day 因为《终结者》这一部电影 其实是我一系列的电影 我都一直有在关注 也非常地喜欢 而且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是 《终结者》的第一部推出的时间 刚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是同一年 所以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有缘分 能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去想象 会有一天在好莱坞走上红地毯 然后为一首 然后为一部这样伟大的系列电影 去演唱主题曲 就是这真的像一种梦想成真 甚至是一个曾经不敢去想象的 一个梦想成真 内心的所有的感受 我觉得我会非常非常地开心 这就是我最期待的部分 当大家听到 《Fighting Shadows》这首歌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彻底地想不起来 曾经的张亮影是 唱什么样的风格 他没有办法把两种声音 两种表达方式放在一起 整个音乐的风格 从我出道到现在以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台阶 一个全新的风格 所以我非常期待那种 吓到大家的感觉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 因为之前真的从来没有唱过 这样的风格 我们现在已经在 好莱坞大道上面了 星光大道 快要到了 快要到红坛了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 小时候都没有想过我会来这里 但长大之后还经常来 因为头几年的时候 就住在Chinese theater的对面 然后还蛮感受了一下这边的氛围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场地 是杜比剧院 也是每一年的奥斯卡的 颁奖典礼的同一个剧院 因为这条街已经锁起来了 然后还有很多围观的观众 大家都在等待看今天晚上的收音 是所以不会把我们关在外面吗 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收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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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棒的 两秒钟 收音乐 我们来一下 我们真的动两个 像个是感D某的 我和Big Sean为《终结者创世纪》所演唱的主题曲 将在30号iTunes上线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